县长许淑华在议员戴国权陪同下 前往普里镇石岗里永安路24-1号前 会看产业道路改善工程 预估所需经费110万元 许县长在当地农友反应下 当场同意加码 增加经费一次解决该路段改善 让当地民众开心感谢县长苦民所苦 谢谢我们的官长来把整理这些路 让我们走路更好 没有出池的路 没有出池都很久 这条路面可以说是我们一生离旧 以及到我们的塞港 包括我们的广城里三里出池的主要的道路 我们也很看 刚才我们就看到有很多大台的车轮 都在这里出池 我们也很感谢到我们的代事前议员 就反映到我们基层这些心声 希望把这些路可以做好 一行人也前往国信乡甘陵村中正路二段 243号前道路工程实地会刊 另两处地处偏远则以书面审核 许县长说 地方民意反应的心声他都有听到 也会立即交办处理 就是为了要让大家安心 而且放心有安全的道路 把我们这道路改善比较平整一些 然后让我们这些乡亲出入能够平安 非常感谢我们代议员 还有我们县长的重视 现在来在我们的国信乡 在我们的感觉 以及到我们的福岡 这有几天的工作来地形这里会议 很感谢我们代事前议员 也给我们建议 随时都在帮我们反应民意 也很感谢我们这些船长 和我们这些地形的主委 包括到我们这些关键的顾问 都随时向我们这些地形的意见 来给他欢迎出来 我们的关键来把这个工作做好 这次会刊普里以及国信道路 都是乡亲向地方民意代表所反映 许县长强调 只要是地方的需求 就是县长的大小事 他一定会紧速努力 不负所托 务必保障乡亲的生命财产 也给农有一条安全物欲的道路 记者曾光佑 普里国信乡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